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同大家跟進一下太陽城那邊的最新資料。 太陽城在澳門的賭廳已經可以講得上是全線計業, 現在已經終止了旅遊業務的太陽城集團上市公司1383宣布, 全資附屬巨虎空股在今週二10號或代價1元出售兩家公司, 用來抵消擔保的兩筆一共4.8億人民幣貸款。 根據買賣協議出售兩家公司,分別是進達投資及保生投資。 其中保生投資擁有安徽省茶戶市發展中的物業, 去年年底市值是2.88億人民幣,即是等於3.52億港幣。 而買方是美樂發展額公司太陽城估計今次出售收益到1.28億港幣。 其實由11月開始,太陽城集團這間上市公司已經慢慢賣資產收緊身。 而之前就算在菲律賓那邊亦都下令, 說太陽城要在1個月內向那些所謂投訴雲退款, 如果不是就沒收賭牌,那那是甚麼投訴雲呢? 即是說那些存錢進去菲律賓賭場所謂賭客的錢, 就要他趕快還給人做一個退款, 如果不是收賭牌,就有這件事在。 會不會現在這樣不停賣資產呢? 就是想有回多些錢,可以逐得回菲律賓那邊的賭牌呢? 因為就算是他現在是有錢還了給人, 還完一輪之後,手頭上的現金樓不會是那麼充足的, 所以就要這樣賣下資產。 再加上同時都是大陸的資產來的, 反正賣了他,還有錢賺,還可以蓋下負債的話, 何樂而不為呢? 可能是否打算這樣慢慢出清在國內的投資轉向外國呢? 這點我們就不知道, 就真是要看下之後他是怎樣安排和部署了。 那今集先為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甚麼想說, 下方留言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吧, 拜拜!